歡迎收看媽媽好神 不想當老媽子 搞懂神案事 產前的時候我每次穿無間 朋友都會說你的皮膚好亮 可是現在產後怎麼露 都不會有人說你的好亮 對啊 就是跟大家產後的一些營養狀態 其實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有一杯含糖飲料 然後甚至一個漂亮亮亮的小蛋糕 你常吃 它會導致我們膠原蛋白會失去糖 更麻煩的是 它還會讓膠原蛋白變化 變成了蠟 太辣 從媽媽變成老媽子 到底哪裡出了錯 今天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一起探討讓女人變老的背後原因 到底媽媽該如何守住青春 對抗衰老 精采內容馬上開始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女人 心裡頭都有一個小女孩 但是就是這個小女孩 她一直都在心裡頭 因為妳發現 外表還是會漸漸的老生 大家對自己 感覺自己變老的心情是什麼 我覺得體力很重要 就是體力以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就像我之前就是還在上班的時候 就年輕的時候 還沒有生小孩的時候 我是天天就時間很多嘛 都要去做瑜伽 然後我是一直做到 我進醫院生的 前一天晚上我還在做瑜伽 好拼命喔 我還在做瑜伽 好拼命喔 不能輸 但是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小孩蹦出來之後 我到現在已經快兩年 我沒有做過瑜伽 沒有做過任何的運動 所以我現在 而且我常常腰酸背痛 因為我現在親胃母乳 我還在胃 然後 你還在胃 對 而且我用不符合人體工學姿勢的胃 因為有時候他在器座上面 就在睡覺的時候 他會需要喝奶奶睡覺 就是小孩他在右邊對不對 那我坐在他左邊 然後我就會 就要用 可能用這邊的胸部去餵他 然後我就必須要這樣 然後手還要拉著前面座椅的那個椅背 才可以 好大爺喔 好奇妙喔 好強喔 對 讓他小孩睡著 好強喔 好強喔 妳說他那麼奇怪嗎 對 沒有 我是為了讓小孩睡著 然後所以 後來我現在就常腰酸背痛 因為每天晚上睡前他還是要吃東西嘛 他還是要喝奶奶 然後我就是要側邊餵他這樣 然後所以後來就覺得說 天啊 媽媽人生真的不是 一般人可以升任的 可是其實我覺得很有趣喔 就是年輕的時候就算了 可是當媽之後我覺得是 很大的康端 就是一瞬間變老 對 就是一瞬間 其實老化喔 男生女生都會有 但是很多媽媽都會有一種 共同的共識或共鳴 就是說奇怪為什麼我一當上媽之後 我整個人操勞的速度 比以前是好幾倍 光是在最好的狀況 就是自己 那老化其實從外觀到裡頭都有 我大概講三種 三粒 這三粒呢 妳如果有種 其實它是因為外觀上 妳比較可以感覺得到的 如果這三粒有種 可能妳有老化的現象 第一個 剛剛有提到 有時候蹲不下來 半蹲不下來 第二個眼粒 妳會發現好像眼睛 跟以前比起來比較很乾澀 對 老花的 還有有些人要 咕 對 所以有些人拿起來 就要拿個那個眼鏡 就是老花的現象 第三個就是 腦力 所以呢今天呢 我們來做一個很簡單的數學檢測 這個數學檢測呢 就是 我們現在醫學上真的會這樣用 就是我們用個簡單的檢測 去看看妳的腦 老化了沒 比如說妳跟妳另一半檢測 他幫妳檢測的時候 用一個碼錶檢測 我們開始講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數學題目 那我們開始囉 大家可以試試看喔 好 大家可以試試 不要拿筆寫 100-7等於多少 93 再-7等於多少 86 再-7等於多少 9 79 你這樣還沒有 再多嗎 再-7等於多少 72 好 好 再-7等於多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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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說多少 6 72-7 76-7 可以等6什麼 6什麼 好 好 我們剛剛總共會把100-5次的7 每一次都要答對 答到最後一次完成的時候 他的安東媽剛剛的數字是32秒鐘 這是厲害的 但是還不錯 還不錯的嗎 通常呢 我們在40歲以下的人 20秒鐘 要完成這一個 啊 10秒鐘 20秒 對 20秒完成 那如果你在中間有一題 鈍得了超過10秒鐘 你就直接病身到65歲的腦袋 65歲 對 安東媽 因為我的智慧都生給我的小孩了 就生一個小孩會老10歲之外也會變笨 那可能別人變笨 合理 可是他以前是會計耶 對 基本上 我這邊提一下 這邊裡頭最有鑑別度的就是安東媽 為什麼呢 我們通常在這個老化 尤其我們在判斷所謂 你有沒有失智的嚴重度的時候 算數學 或是你失去過去最厲害的事情的能力 這是個很大的指標 雖然安東媽過去在做的是會計 他對數學的敏感 都會比我們一般其他的媽媽來得更強 比如說一個國文老師跟數學老師 考數學題目 國文老師不會 他可能是以前就不會 可是數學老師他突然答不出來 要小心他的腦袋退化得更快 所以你不是只有32秒 你要再多加10秒 因為代表你的年紀老化更多 所以我們看剛剛的檢測 如果你的時間是20秒以內 恭喜你 你還是個健康的頭腦 20到40秒 你的頭腦其實在 你的腦袋的年齡已經在40到60歲 如果你超過40秒 又或者中間有錯誤的題目 中間是不得提示的 100-7等於93 你不能告訴他 那93-7 不是 你要直接問他 再減7等於多少 考記憶力 考數學力 如果中間就答錯了 超過10秒鐘 你的年齡是65歲 所以 中醫的方法是怎麼看 我們女人變老這件事情 對 中醫的觀念是這樣 我們中醫說 所以就身體機能衰退 跟我們皮腎兩個脹象的機能 開始失調有關係 其實皇帝內經有提到說 女人一生的身體變化 有所謂的七年週期 女生的話 七歲是腎氣腎 這個時候很旺腎 可是他說二七 就是14歲的時候 那時候開始月氏以時下 就是月經開始來了 所以故有子 就是說我們的生殖系統慢慢開始發育了 所以這個時候月經都來了 然後他就三七四七都有不同的症狀 但是都是不錯 他一直到七七 七七就是49歲 對 他就講說他是任脈虛 太充脈衰少 故行壞而無之言 行壞 好可憐 行壞 行壞 就是身體機能開始衰退 所以這時候沒有辦法生育了 也就是說月經停止 這時候就會出現我們所謂的這個 腎陰虛的症狀 那很多人說 那這個腎陰虛應該理論上 皇帝內進也講到說 是49歲50歲的時候才會出現 可是呢如果 當妳發現妳這個腎陰虛的症狀 妳這些已經有大概超過四下的時候 其實小心 所以我很明顯是腎虛嘛 因為我已經有腰痠 然後還有白髮 最讓我震驚的一次就是因為 我三天沒有掃我兒子的房間 然後那次去掃的時候我就想說 因為我那時候太累了 然後我想說沒關係 一兩天沒掃沒關係 就到第三天去掃的時候 我發現我兒子已經在玩那個 就是說出來的那個頭髮 如果我打的就玩又漫長 那個掉下來就很長 那剪在一起 他就一直去磨磨磨磨磨 然後就玩那個頭髮球 好噁心 然後就覺得偽瞻那樣子 沒有就一直把它丟來就去這樣 對啊 所以就是他們所謂的 腎陰虛 對 很明顯 沒錯 那也不要緊張 我們說腎是先天之本 有時候年齡上真的不得已 可是我們還有個皮 腸胃道系統是我們的後天之本 所以不好的話也有幫助 可是偏偏呢 現代人其實壓力大 我們時常用吃來疏解壓力 對 你壓力大的時候 你會想要去吃沙拉 去吃水果嗎 不會嘛 你一定去吃炸雞薯條 對 就是一些辛辣刺激 重口味 或是重甜 重鹹口味的食物 因為這些可以緩解 就是會釋放壓力 疏解壓力 對 所以這時候我們終於講 會造成我們的胃果變得很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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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遇 對 聯貫 突